各位傳媒朋友、各位香港市民 國家安全是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的頭等大事 亦是市民安居樂業的基礎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是藉合於中央人民政府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的地方行政區域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需要履行的憲制責任 是特區政府的職責所在 亦是關乎全體香港市民的撤身利益 由於香港目前面臨的國家安全局勢日漸、日趨嚴峻 而特區的行政和立法機關難以在一段可見的時間裏 自行完成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 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全國人大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在今次會議上審議相關的決定草案 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相關的法律 並將這個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香港公佈實施 這個決定針對的是四類的活動或行為 分別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 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 各位市民 過去一年香港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 令到很多香港人深感憂慮 令到香港這個安全的城市亮起了恐怖主義活動的警號 去年六月至到現在 修例風波所涉及的暴力不斷升級 警方先後破獲了多宗私藏槍械和本土製造爆炸品的案件 嚴重危害人心和社會安全 同期間鼓吹香港獨立、民主自決的組織 煽動示威的人士 特別是一些青年人 他們公然侮辱和焚燒國旗 烏損國徽、揮舞外國的旗幟 高叫一些港獨的口號 衝擊中央駐港機構 並且策劃動員 所謂國際的連線、國際的支持 大肆地毆毀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 破壞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更公然 黑球外國干預香港的事務 挑戰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權威 甚至實施制裁 這些行為已經嚴重觸碰了一國原則 這麽重要的底線 危害國家安全 令到大部分關心熱愛香港的市民 深惡痛絕 主動提出應該早日啟動 維護國家安全的本地立法工作 他們強烈認為 落實《基本法》第23條 已經是刻不容緩 但可惜的是 香港回歸祖國接近23年 特區在《基本法》第23條下 應該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工作 因為種種的原因並沒有存進 這是令人十分失望的 但鑑於目前的政治形勢 部分激進的示威者採取的攬炒手段 以及議會內非建制派企圖癱瘓政府的行徑 再加上反對力量多年來 將《23條》立法孤明化 特區政府 無論是行政的機關 或者是立法的機關 將難以在一段可見的時間裏 自行、完成、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的立法 這是香港社會不得不承認的現實 全國人大作為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 在這個時候主動出手 從國家的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既有必要性也有緊迫性 面對反對力量 可能很快又會發動攻擊全國人大這個決定 或者是作出一些誤導性的指控 我想在這裡指出 決定草案的說明 清楚是表示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稍後制定有關法律的其中一項基本原則 就是設實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 我引述說明的這一段是這樣說的 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 極少數違法犯罪行為 是為了更好保障香港絕大多數居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更好保障基本權利和自由 任何維護國家安全的工作和執法 都必須嚴格依照法律的規定 符合法定的職權 遵從法定的程序 不得侵犯香港居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 引述完畢 各位市民 我們應該正面地看待這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立法工作 特區政府會積極反映香港特區的具體情況 我深信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第一是不會影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在香港的實施 等到這次回歸以來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 能夠繼續得到充分實踐 第二 它亦不會改變香港實行的資本主義和法律制度 以及外國投資者在香港得到依法保護的利益 第三 立法的工作讓特區政府可以有效地依法防範和壓制 危害國家安全和組織恐怖主義破壞的行為和活動 使得香港成為更安全、更穩定的城市 這是有利加強本地或海外的投資者在香港營商的信心 最後 這個工作亦不會影響香港居民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 多謝大家